华青池 位于林同黎山脚下 距离西安约30公里 因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 成为延续千年的风景圣地 1936年12月12日凌晨 这里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兵舰 这一天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 联手17陆军总指挥杨虎成 扣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要求他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 史称西安事变 中国历史的进程 因为西安事变 发生了大转折 1935年9月13日 西北角共总司令部副司令 并代行总司令之职的张学良 成伯英号飞抵西安 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 围剿并消灭 正在向散干宁一带汇聚的红军 11月21日至26日 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阵战 殲灭东北军第109师师长牛原峰 直罗阵战役时 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前方一连串失利的战报 让他痛苦异常 他开始清醒起来 对红军的战斗力刮目相看 追随他的东北军官兵 对角共早就失去了兴趣 他们想打回东北 回到家乡 结束四处流浪的窘境 每当张含辉扑取的松花江上 悲怆的旋律响起 思乡之情常常让他们掩面而泣 所以我那个时候处境非常的难 所以我的部下对这个事情 对我有相当的愿望 愿望 愿望就不满意 就说你是服从 讲先是为你自己 可是我们怎么办 抗战 回家乡是主题 怎么能回家乡 只能跟人民打 不愿意是跟共产党打 而失掉这些力量 愿意保存这些力量 我要拿这些力量 自己回家下 东北 土地广袤而肥美 物产丰富 铁路纵横 交通便捷 从1916年到1931年 918事变前 这片土地 一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学良父子统治的领地 1928年6月3日 张作霖在黄孤屯 被日军关东军炸死后 27岁的张学良 成为东北的新统治者 为了抗衡野心勃勃的日本 他主政半年之后 主动抑制 降下北洋时代的五色旗 改挂青天白日旗 促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统一 张学良的人生中 918这个日子 无法违避 1930年9月18日 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入关 击败了汪精卫 严西山 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人 结成的反蒋大同盟 占领北平 帮助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 他因此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 达到了他一生中权力的巅峰 1933年初 日军关东军开始进攻 山市起伏一守南攻的热河 可热河省主席汤玉林抵抗不力 带着家产逃往天津 日军兵不血刃地 占领了热河省会 成德 那么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前辈 都是我父亲 他们是差不多拿我当小孩子一样 可以简单说 比如说唐玉林 他根本就不服从我的义务 热河如此轻易地丢失了 舆论对张学良与蒋介石 予以严厉谴责 蒋介石就说了 现在全国舆论都对准我们两人 都对准我们两个 我们两人如同乘上一个小船 必须先下去一个 不下去会通灶灭丁 都被淹死 你看你下还是我下了 那张学良当然我下了 那将是好的好的 城炉别墅 位于风景秀里的杭州西湖边 1934年初 从欧洲回国的张学良 在这里与蒋介石见面 提出不再带兵 愿意留在蒋的身边 担任侍从事主任 蒋介石没有答应 先是委任他为厄狱晚 脚总副司令 继而委任他为西北脚总副司令 率领东北军攻打红军 在繁华的西安南苑门一带 设立起西北脚共总司令部 然而短短三个月 东北军就损失近三个师 师长 团长被击毙或被俘 这在东北军的历史上 是罕见的 结果 仅在1935年上半年 杨虎城不久损失惨重 三个多旅被揭秘 脚共是一条死路 本来关系微妙的 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 开始找到了共同语言 朴城县城 怀院路29号 建于1934年 杨虎城与家人在此居住过 杨虎城出身贫苦农家 他的父亲务农之余 兼做木匠 1907年因参加歌老会 从事反清活动 而被清政府囚禁 杨虎城为老照顾他父亲 大概在十三四岁后来 就到西岸 没地方住就住在 这个铺城会馆 他铺城人 结果呀 大概在1908年5月份 他父亲就被出绞刑了 他借了个小推车 把他父亲的遗体 这个就运回了老家 这位一直顽强的少年 成人后 开始了不寻常的军事生涯 参加过辛亥革命 靖国战争 大革命时期的西安守城战 更让他明文侠儿 从1935年起 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 便陷入了不安与焦虑 此前 他的陕西省主席职位 已被南京政府委派的 邵立子取代 国民党中央军和宪兵特务 不断涌进陕西 特别是西安 红25军与中央红军 先后挺进陕西境内 与陕甘红军会师 成为强大的对手 而东北军主力的到来 会不会宣宾夺主 面对这三股强大势力 杨虎城势孤立单 他对陕西的控制 随时可能失去 这个张学良带着部队 到了陕西甘肃 那实际陆军和杨虎城 就感到有了危险 就等于进入他的地盘了 那么张学良也是希望 能够缓和和西北军 杨虎城的关系 他也曾经派过 像黎天才 张浅华 那么很多的 很多人去做杨虎城的工作 但是这个成效都不是很显著 所以他这次希望高崇明 来做这个西北军的工作 高崇明 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 一直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他通过东北名人杜仲远的介绍 结识了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宾城 两人相见甚欢 通过杜宾城的穿针引线 高崇明与杨虎城的关系 亲近了许多 给他直接地传达了少帅 对杨虎城的态度 说少帅讲了 我张学良再不笑 也不会放着自己的家园 不去解放 到你这占地盘来 我们现在的大敌当前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扭转现在这种亡国的局面 这种危险 杨虎城很高兴 谈完了还请我父亲留下 吃蒜羊肉 吃火锅 1935年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梅金梅之郎 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土飞元贤二 与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 代理委员长何应清 查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 分别签订了和美协定 秦土协定 加深了华北殖民化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 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 降低为次要矛盾 这将极大影响 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1935年12月9日 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 北平发生了129运动 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高呼停止内战 移至抗日 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 随着129运动的爆发 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 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 准备了抗战的人心 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瓦瑶补 位于如今的陕西紫长县境内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 与党的任务决议 毛泽东做了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毛泽东极为重视统战工作 那时他写了大量信函 寄送给宋庆龄 蔡元培 颜西山 傅作义等人 毛主义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不下一百个人都写了亲笔信 还给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 给蒋介石若即若离的军发 尤其是给眼前那个东北军 给那个十七路军 给东北军的写的信额是最多 他的信的核心思想之一 就是动员他们要联合起来 移植抗日 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要停止内战 要移植对外 苦闷的张学良解去上海人 一些常识 理论 而且和魏也筹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成为了这个默逆之交 或者叫生死之交 1935年11月 中共中央派汪峰 以红军代表的名义 来拜访杨虎成 杨虎成不认识汪峰 所以表现得相当谨慎 但最终还是见了他 在杨虎成部工作的 《几件事》一文中 汪峰回忆道 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 杨先生约我在新城大楼西客厅 谈话 汪峰出示了毛泽东 致杨虎成的亲笔信 表示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停战 共同抗日 1936年2月 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 到西安九府街紫园 造访了杨虎成 告知 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力推动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而打消了杨虎成的疑路 十七路军和红军之间 达成了停止内战 互派代表 建立交通站等协议 在杨虎成的周围 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斌 中共北方局代表南汉臣 王世英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等 多层次 多渠道的联络系统 进入1935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高福元 东北军第67军团长 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后 和其他被俘的东北军官兵一样 受到优待 对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等口号很认同 他主动提出 愿意充当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信使 他回到东北军防区后 向第67军王以哲军长 转达了红军方面停止内战 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愿望 高福元 他确实把彭德怀的信 还有那个共产党那边的意见 都跟他讲了 这不一讲 王以哲正在找红军 那你这不有这么一个传话的 那正好就 王以哲马上就汇报了 汇报之后 张学良就接见了他 接见的时候 只有王以哲张学良和高福元 当时张学良非常兴奋 正好符合他和红军联系的 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祈求 于是他就亲自开飞机 到洛川前线 见到了高福元 那么高福元也跟他一番谈话 张学良可以说一扫 他两个月来 一直这种内心苦闷的这种心情 一扫这个阴霾 李克农 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重点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2月31日 他作为红军代表 与东北军代表王以哲秘密会晤 双方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 1936年1月20日晚 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会面后 电告毛泽东周恩来 称张学良对搅供态度消极 愿意和红军目前各守援防 恢复通商 张学良还要求 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或者周恩来见面 西安金家巷17号 是张学良的公馆 分为东西中楼 1936年3月 东楼住进一位上海来客 刘鼎 原名 看尊名 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后因白色恐怖严重 与党组织联系不上 一度隐居在新西兰人 路易埃里甲 在此期间 他认识了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推荐下 刘鼎以李渡将军代表的名义 住进了张公馆 刘鼎到张公馆 见了张学良 一副军人做派 开始的时候 披头盖脸三个问题 质问刘鼎 说第一 我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 毁家之恨 抗日救亡 绝不厚人 可共产党 为什么骂我是不抵抗将军 第二 中东陆事件 为什么苏联红军 把东北军打得这么惨 还骂我勾结日帝 反苏反共 第三 在陕北 红军为什么打东北军 打得这么厉害 使东北军遭到严重损失 刘鼎不卑不亢的 加以解释 并忠告张学良 为今之计 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就是 连贡抗日 不仅可以一喜不抵抗的恶民 还可以摆脱 蒋介石消灭一己的圈套 将来抗战胜利 攻锤史册 先生和东北军将首战一夜 1936年4月9日 在陕北夫施的乔尔沟天主堂 张学良秘密会晤周恩来 夫施后来改成延安 此时还在东北军的控制之下 两人初次见面 却一见如故 长谈近五小时 在两军停战 物资上互通有无 共同抗日等方面 双方迅速达成共识 可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 却一见不一 互相之间一谈呢 其实是非常切合的 他们都是非常一致的 都是愿意抗日的 互相都了解 只不过不同的呢 就是张学良呢 希望中共能够拥抗日 这时候呢 周恩来是不能接受的 我拥抗是不行的 因为他首先要放弃 让外比善安内的这个政策 双方商定 今后采取内外结合 红军在外 东北军在内 共同逼讲抗日 分手时 张学良派人将两万银元 分装在二十多个码头铁桶中 作为送给红军的见面领 还送了二十万元紡币 此外 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本申报 刚出版的中国地图集 仅仅一个夜晚 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 停止内战 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保卫自己的祖国 归途中 周恩来对同行的人说 想不到张学良这样爽快 是个有决心 有勇气的人 真是出乎意料 他给毛泽东 张文天 彭德怀 联发三封电报 告知会谈的结果 称张学良 确有抗日 联共 联俄的初步意愿 此次会谈后 随张学良到副师的刘鼎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被正式任命为 中共驻东北军正式代表 他带回了周恩来 给张学良的信函 信中写道 座谈敬业 快乐平生 归与朱同志 并电告前方 弦福先生肝胆照人 成抗日大幸 周恩来这人 我最佩服 很佩服 这种佩服 他也佩服我 我们两个也没谈多少 简单说 他说 怎么说 他说我 他说我 我也拿的话 他说我 反应很快 就说几句话 就是对 就明白 5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停战 议和 一致抗日通电 公开向国民党呼吁 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电文建议 以兄弟细于强 外遇起舞的精神 在全国范围 首先在闪干净 停止内战 双方互派代表 磋商抗日救亡的 具体办法 5月12日晚 周恩来与张学良 在夫师第二次密谈 双方商讨以东北军 和红军为核心 共建西北国防政府 及抗日联军 同时联络杨虎城 沿西山 傅作义等 共组西北联合战线 等问题 双方关系持续升温 这是陕西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 于2013年3月份 在美国纽约邦汉斯拍卖行 拍得的一件拍品 这是陕西省文物总店 收藏的秘密信函 记录了当年东北军 与红军高层的 划名清单 毛泽东划名赵东 周恩来 划名赵来 张学良 划名李毅 王以哲 划名李仁 就这样 东北军与红军 从停战通商 发展到了军事政治联盟 东北军 十七路军和红军 不仅实现了停战 而且三位一体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格局 也正在形成 从1936年春天开始 日本广田内阁大举增兵华北 到1936年9月 日本中国驻屯军总数 已从三月间的2300人 猛增到5700多人 整个华北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 鉴于日本侵略 已经直接危及 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 中共中央书记处 于1936年9月1日 向党内发出 关于逼讲抗日问题的指示 并明确指出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讲抗日 这是中国共产党 自1931年918事变以来 由抗日反讲 到逼讲抗日战略方针的调整 是中国共产党 为争取正式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重大转变 请副司令不要再信什么 秦善等待调整的辞令 那是细法式的骗局 等到哪天 侵略者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交换都不会 那凶狐子战 长城自已的贴政 敌人并不是多么可怕的 我们拼着我们邪肉的头颅 一定可以达到回家之缘 张学良当时感动的满旷热略 当场表示了 收复失地的决心 10月3日 张学良接受了 美国密勒史评论报记者 海伦斯诺的采访 公开表示 如果共产党能够与我们真诚合作 在中央政府领导下 抗击共同的外来入侵者 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它是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的主意 原来当这个共产党的目标 还不叫做了 只懂得 such as it was against what Chiang Kai-shek had said and wanted so nobody would take that report and they had to take the first train back to Beijing and when they got there of the first thing of course was to report that and she called the London Daily Herald 五天后,伦敦美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 为了敦促国民党军队停止围攻红军,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 电文请张学良转告蒋介石,中共建议国共两党互派正式代表,就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进行谈判,对此张学良乐意承担。 进入1936年,不仅和红军停战,而且与红军结盟。 张学良、杨虎成的大转变,将给朗外必先安内政策沉重的一击。